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L1 4x-2 -1y-1 2x-3 L2 2x-2 3x-34 1y-1 他要求他的焦点坐标 這不一定有焦點 因為他有可能關節性 既然是他說焦點的話 那我們就隨便找一個就可以了 那怎麼找 我就把它寫成參數式 這個叫做 K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那個 S 所以就得到什麼 得到參數式 x-4t-2 y-4t-2 y-6t-1 6-2t-1 6-2t-1 另外這條直線的話 x-2s-2 y-3s-4 6-1 y-6-1 x-1 那你就找一個 比較好解的 比如說 這個 跟這個 就得到 4t-2 2等於2s等於2 然後這幾乎t-1等於3s等於4 那我就把t消掉好了 我把它乘以4加起來 把乘以4加起來 要不然就乎2 有多少呢 2加到12 14s 減到多少呢 56 這是-56 -2 -58 -58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呢 14s等於多少呢 58-2 這是-56 4是16 s等於4 那s等於4都要帶進去 焦點就出來了 42的8 8減的是6 4 4312 12減14 乎2 4 4加1是5 所以它焦點做標的p 是等於多少 6 乎2 5 有問題 好 那就是說 如果呢 它題目出錯的話 你把t算出來的話 帶進去的時候的話 會跟它不一樣 就是說 兩條直線 空間中兩條直線 有焦點 是比較稀罕的事情 普通是沒有焦點的 因為它是有焦點的話 你就是當成有焦點來算就好 好 再我們看看例題目 四球兩直線 L1與L2的焦點 坐標 L1 它是用兩直線來代表 三個平面的焦點 就是這兩條直線的焦點 對嗎 對吧 好 那我現在 我怎麼找 我就找這三條直線的共同焦點就可以了 這三個平面的共同焦點 就是這兩條線的焦點 exp5 x-2x-2y x-2y 2x-2y x-y等於3 y等於5-3等於2 x-y等於5-6-7-8 所以交點p等於5-2-8 所以交點p等於5-2-8 沒問題 就求這3個平面的交點就可以了 因為他說這2條字 就是說現在等於4個平面的交點 就2個平面有一條直線 就等於4個平面的交點就是了 4個平面的交點的話 3個平面就有交點了 所以就3個平面的交點就可以了 沒問題我們現在來看立體6 立體6 立體6他說兩直線 L1 這是3分之x-4 等於4分之y-5 等於5分之z-7 m m m是5分之x-4 等於3分之y-2 等於4分之z-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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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等於2等於3-5分之z-6-5 等於3-4-5 所以那個V就等於V1加V2 因為這個長度一樣 所以它夾成靈形 那靈形的對角線就是腳平溫線 所以8、7、9 加起來8、7、9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知道 對了 你還要求它的焦點 這焦點怎麼找 就把它帶進去 這個是等於T 首先要把焦點找出來 就是說如果要求腳平溫線的話 它一定要有焦點才行 先把焦點找出來 焦點的話多少 X等於3T加4 Y等於多少 4T加5 X等於5T加7 X等於5S 4 Y等於多少 Y等於多少 Y等於3S的-2 X等於4S的-2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找一個比較好做的 345 好像都一樣 這個 3T加4 4T加4 等於4T加5 等於5S-4 4T加5 等於3S-2 對不 對不 那這個的話怎麼辦呢 這乘以4好了 乘以4 這乘以3 把它減下來 790 4T加5 010 第2個,第4個 所以S等於1 S等於1 那S等於1的話,那個焦點就知道 就是1 1 3-21 4-21 P0 1 1 1 2 所以它的直線方程式 寫成對稱式 寫成對稱式就可以了 寫成參數式也可以 寫成對稱式式 寫成對稱式 寫成對稱式 Y-1 Y-7 Y-2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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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兩個大小不一樣的話,你最好把它取成單位鑲亮 那兩個單位鑲亮夾乘的話,一定就是菱形 有沒有聽過這個座? 沒有問題,我們來看看第六、第七 這種題目,你們有沒有碰過? 空間中兩直線的那個腳平衡線,有沒有碰過? 碰過的時候,你在跟我講說看你們老師怎麼做 這樣這樣,你們有沒有碰過這種題目? 我們要設ABC這個,求三角形ABC的全新座標 我們有用一個公式做 不過這個題目是某一個高中的題目 他們的做法沒有跟我們的一樣 我現在用他的做法做一遍給你們看 就是說A的話,所以也是有這種題目的 這種題目的話,最好用我們公式做 是最好做的 C的話呢,是等到1,3,1 我們可以求出L比M比M嗎?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求出他的垂心座標 就垂心的L比M比M嘛 對不對?那很容易就求垂心座標 那現在的話呢,我們還有一個做法 這個做法的話,不是用那個公式的 這個做法是什麼做法? 這做法是說呢,我現在找VC嘛 對不對? 啊通過A啊,通過這A嘛 然後我現在要找什麼呢? 找這個垂線嘛 那垂線的話要怎麼做? 垂線的話,我就現在把這個當成什麼呢? 髮向亮 然後我現在有個平面嘛 平面的話這樣切下去 切下去的話 那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這個垂面有沒有? 垂平面有沒有? 垂平面有沒有? 垂平面的話呢 跟這個線的話 會交出什麼呢? 交出一點點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垂平面啊 還有跟這個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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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跟這個垂平面的焦點 這也會有個垂平面 它的焦點 那應該是一條直線而已 那這樣直線的時候的話呢 那我還要怎麼做呢? 還是這三個垂平面 我看齁 這可以是一個平面 那這個平面的話齁 對啦,啊再跟什麼呢? 跟這個平面的話齁 找焦點 就這個平面有沒有齁 跟這個平面的話齁 有個焦線 對啦,有個焦線 然後有個焦線以後的話呢 再跟這個平面 就可以有個焦點 對啦 再跟這個平面就有個焦點 怎麼做齁 我們現在啊 先求齁 這個叫EA好了 那EA怎麼求? 我們現在看VC VC等多少呢? 我這個減這個 那個減這個也可以啊 減上去 這樣減下來 1 5 4 跟2 這個當成是 這個平面的髮像量 然後再帶這個下去 所以是X 減4Y 加2進 等於K 那我把A這一點帶進來 就可以得到這個平面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好 那個平面的話等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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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4加2 比多少呢? 3減1嗎? 欸 不知道 3減4 3減4等於-1 很故意 對吧 好 那這個平面的話 再跟什麼? 再跟這個平面的話 取交線 現在的話等於是一個平面了 還有另外一個平面的話 怎麼找齁? 另外一個平面的話 再找這個好了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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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向量 A-C 這個向量的話 也是等於多少呢? 也是等於多少呢?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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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 這平型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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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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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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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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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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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同乎 還有什麼呢 還有2X4加Y 加Z同乎4 沒問題 沒問題的話 我把這個乘以2 剪下來可以去掉X4 乘以2 乘以2的話 我就把它剪上去 變成5Y 剪Z 4-2 然後剪上去 4Y 等於8 Y就等於2 等於 Y等於2的話 Y等於多少 Y就等於 6-5 乘以2 等於6-10 6-10是-4 在X X等於 -1 加4 4Y等於8 這裡已經有了 4Y等於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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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1 乘以4 8 加8 16 16-1 15 所以它的焦點 它的垂心 H就等於 X15 Y2 乘以4 2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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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什麼 跟那個ABC 的平面 它的焦點就是答案 沒問題吧 這個計算有錯誤了 計算有錯誤了 不過這個做法是對的 沒問題 這個做法會吧 這樣做法會吧 就是求呢 BC的什麼呢 BC 跟BC垂直通過A的這個 這個我們叫什麼呢 叫做那個 垂面好了 就是說 三角形 ABC的 垂線所在的平面 還有呢 這個三角形ABC 這個垂線所在的平面 這兩個平面 焦起來會是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的話 通過什麼 通過這個三角形ABC的垂心 那這個垂心是在三角形ABC上面 所以我再找出ABC這個平面 對吧 所以這條直線 跟這個焦線的話 就是垂心的位置 沒有問題吧 這個比較麻煩吧 是不是比較麻煩 那我們再另外 另外把那個 因為我們得到那個公式 用那個公式再做一遍 我們用那個 L比M比H 比那個M來做好了 再做一遍 我們知道說 LH的話 比上LM L比M 比上M等於多少 就是A的 A的話應該是 CA 到AB 就兩個A 有兩個B 比上B的 比上B的 B就是AB 倒個BC 有兩個B的 比上C的 C就是 BC 倒個CA 分之1 是B 所以我要把AB找出來 AB 你多少 AB 這是1 乎2 0 VC VC 多少 VC 是 乎1 4 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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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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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0 這4 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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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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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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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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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加4 減9 比多少? 4 9 減4 加3 多少? 12 減4 8 8 減7 所以是-1 2 4 對不對? 這是比較容易 這有沒有比較容易? 而且比較容易的都比較不容易錯 這是蔡華社的作法 請欣賞 這有問題 但是公司比較好用 所以的話 聯考應該會考 因為他高中考試已經出出來了 只是說高中考試的話 作法跟我們不一樣 那我們就帶這個公司就很方便 有沒有理? 問你現在有沒有理? 沒有喔 現在就有沒有理 好 所以這作法不錯 這公司很想記啊 A的碼 B的碼 C的碼 是不是? 那叫A B B C C A 把它算出來 很容易就算出來 這畫畫不爽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點線距離 與兩線距離 這插掉喔 第一個 點P到直線L的距離 點P到直線L的距離的話 我們怎麼找? 這個點到直線的距離 如果它是對稱4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P0 如果它對稱4的時候 這x-x0 這是A 等於y-y0 b 等於c-c z-0 c 那這會有P0 是x0 y0 0 那我現在有個P的話 是se y1 跟z1 那到達線的距離 我怎麼找? 我就這樣找啊 我就P0p 然後close什麼呢? close這個 單位相當的V 對吧? 這距離低 這等到P0pr 沒有 close都要這樣 方向向量 還是單位的方向向量 再把它取決在直線L 這就是點線之間的距離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對了 還有 我們剛剛做的那一題 我們剛剛做的那一題的話 就是說 它問什麼? 問說 一點 點P1 在直線上的正攝影 這直線的話 是由兩個平面表出 所以我們就什麼呢? 我們就找一個平面 跟這個兩個平面 都互相垂直的 對吧? 然後通過這一點的 與這兩個平面 就是這個直線的焦點 就是垂直嗎? 對吧? 那個是給出兩個平面 的表出式的時候 就是它一個直線的話 它用兩個直線呢 表示出來的時候 用這個方法做 那如果呢 它是用對稱式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 用對稱式的話 我們有個做法 比如說呢 它給這個對稱式 那我有這個P0 對不對? 那這是P1嘛 對吧? S1 Y1 E1 那我現在找Q 這個Q怎麼找? 也很容易找 這個Q怎麼找? 你就把什麼呢? P0P 取 在這個方向的正攝影 也就是說你Q怎麼取 就P0Q等於多少呢? P0Q 4A就等於P0P1 在什麼呢? 在這個方向的正攝影 就VQ 它成為VQ 大家就可以把Q算出來 那Q就等於多少呢? Q就等於P0 它加上到P0P1 就等於VQ 接著我們底 你就用這個方法做 我現在舉個例子好了 好不好? 我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現在空針有一點 比如說 P1 這是1 2 1 然後現在有一條直線 是 2分之X 2分之X 減2 等於3分之X 2 1 2 2 2 Y 減3 等於2分之X 減1 我要求什麼呢? 求P1 在這條直線上的正攝影 那怎麼找? 那我可以這樣找啊 就P0 P0 P1 P0 P0P1 也就是說 簡易把這個 多flo管 就是P0 xق xxxxsxfxxxxx0 V0比1,多等V條,乘以V條 V等於多少?V條多少? V條等於3分之1,212 這兩個多得起來,3分之1乘以多少? -2-1 V,所以等於-1 所以剛好是等於V條 所以就等於多少? 所以就等於V條是3分之1,212 那Q就等於多少? Q就等於V0,121,減掉3分之1,212 所以1減3分之2,3分之1 2減3分之1,2減3分之1,多少? 3分多少? 6,5,3分之5 1減掉3分之2,3分之1 沒有問題 就用這個做法做 沒有問題吧 這個東西我是隨便給的例子 如果它不是給出什麼呢? 給出兩個平面的那個交線的時候 它是給出對稱式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方法做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你還要把它畫成什麼? 你要把它畫成兩個什麼東西啊? 把它畫成那個什麼?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用那個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這個直線的方向已經知道了 所以那個什麼呢? 那個平面也可以求 好,這個沒問題 用這個方法是一個方法 還有就是說 我們就用剛剛那個方法 現在這條直線的方向已經給你了 那我們把這個直線的方向當成這個平面的話 這幾P1嘛 我就用這個平面切下去嘛 切下去以後的話 這個平面跟這個直線的交點就是Q了 好,那現在的話呢 它的方向向是2E2 所以是2X 就是 加Y加2X 加2X 等於K 然後我就把P1 P1這一點帶進來 就可以得到K了 對吧? 好,那就等得到 就是2加2加2 加2 這等於K了 2加2加2 就等於6 所以這條直線就等到什麼呢? 沒有,這個平面就等於2X4加Y加2 等於6 然後呢,要跟這條直線有交點嗎? 我就把它寫成參數式 T對不對? 那這個參數式的話 還等到什麼呢? 等於2T加2 Y等於T加3 Z等於2T加1 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把T算出來 好,我們來算算出來 看這個答案也不一樣 值得的話 帶進去 2倍的2T加2 加Y T加3 加2 2T加1 5 這個等於6 這個等於6 收集起來 4 5 4 4 4加1 5 5加4 5加4 9 9T加多少 4加3 加2 6 7 8 9 等於6 等於 所以T是等於9分之負3 所以3分之負1 3分之負1 所以Q等到什麼? Q等到 3分之負1 就是3分之負2 加2等到 3分之2 6 6減2 4 不太一樣 3分之4 3減掉 3分之1 3分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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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減掉 3分之2 等於3分之1 等於3分之1 跟這個一樣而已 其他都不一樣 奇怪啊 不過這兩個做法 做法都可以做啦 這兩個做法都是對的就是了 P0P 1-2 -1 -2 -2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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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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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喔 這要P0啦 我把它帶P1這個就錯掉了 這樣怕P0嘛 對不對 P0是 P0是2 3 1 這是不是要不帶P0 這Q等到嗎 Q等於P0 因為這是Q解P0 他P0一過去 所以這要帶P0 這是二多大 2 3 1 所以後面只有充了才對 所以叫2減多少 2減3分之2 0多少 3 6 6減2是4 3分之4 然後再來多少 3減多少 3減3分之1 9 9減18 3分之8 所以答案是一樣的 這答案跟那個答案是一樣的 等於 等於 都可以做 知道這個做法吧 就這個對稱式的話已經知道了 那我就通過什麼呢 通過P1 然後跟這個直線互相垂直的平面 阿宇呢 這條直線的交線就是垂直 是不是 那我就是以這個呢 以這個什麼 以這個直線的那個方向相當 這個平面的法相量 然後再通過一點 就點向式嘛 可以把這個平面算出來 那這個平面的話 再跟這個直線的話呢 取消點 就是答案 這樣也可以 然後也很方便 兩個 其實兩個都很方便 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就是什麼呢 現在的話呢 這個是找那個什麼呢 找那個 垂足嘛 你把他取決類值的話 你把他取決類值嘛 就是那個什麼 喔不是喔 取決類值的話 就是那個投影長度 那現在的話 第一個他說 他說 其實說話呢 P到L距離嘛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好 再來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P在L上的正攝影 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啦 還有P對L的對稱點 你就把Q已經算出來了嘛 那這P Q算出來對不對 那R怎麼算 R的話就是說 R-Q嘛 等於呢 Q-P啦 所以R就等於呢 2Q-P 那他對稱點就算出來了 這個題目的話 我們之前有做過 我們看第一 他要點P 1 2-3 然後直線L 2分之X 等於 1分之Y-1 等於2分之1-2 好 1 P對L的正攝影作標 即對稱點作標 好 那正攝影作標的話呢 我們就用那個 那個公式好了啦 就是說用那個 就是說 這個平面嘛 這是P嘛 我們用這個平面 要取差焦點就可以了 就2一個是 就是 減Y嘛 加2進嘛 等於K 然後把這一點帶進來 這個方法好像比較稍微快一點 這等於是等於2 減掉2 減掉6 所以等於2-6 然後呢 我2的就是 減Y加2進嘛 等於2-6 然後把這個参數式 並整的参數式 帶進來 這也是等於多少 S等於2t嘛 Y等於2t加1 Z等於2t加2 帶進來 所以就是 2乘以2t 減Y 3 5t加1 加2進 第的話是 2t加2 等於6 那的話 這是4 5 5加4的 9t 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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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4 減1加4 減1加4就是3嘛 3是過去的 6-3 6-3 等於3 t的話 等於3分之1 t等於3分之1 那t等於3分之1的話呢 這個就是3分之2 3分之1嘛 1-3分之1 3分之2 3分之1 3分之2加2 等於3分之8嘛 3分之8 所以Q 就等於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2 3分之8 3分之8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或者是你用投影的也可以 沒問題吧 正攝影坐標 即對稱點 那對稱點的多少呢 怎麼老是算錯呢 1 2-3 2-1 2 s y-1 y-2 1-2 s 是2t y-t y-t 加1 v-2t 加2 沒有錯啊 這個型 2x-y加1 可以嗎 這是1 2-3 5-6 2 5-3 5-6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然後這是2t 都沒有錯 4 4 4加1 5 9t 這6 4 5-1 這4 2 5-6 6-6 5-6 5-6-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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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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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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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8-8-7-7-8-7-7-7-8-7-7-8-8-7-7-7-9-8-7-7-8-7-7-7-8-8-7-10-7-9-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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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7-9-8-8-9-7 bermud 正攝影座標 不然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做做看 這P是一二負身 P0多少 P0是一二負身 所以P0P0多少 P0是一負身 一負身 對不對 那V一負身是多少 三分之一 二負身是二負身 對不對 所以P0P 抖著V一負身 那V一負身是多少 抖著這個多少 三分之一 二負身 減一 減多少 十 那乘以多少 三分之一 二負一 二負身 這樣多少 這是負十一 負十一加二 這等於負九 所以這負三 這負三 乘以二負一負 所以是負六 正三 負六 好 這是 這是 Q 這是P0Q 那Q等多少 Q就是P0 加負六 三負六 Q0是一 二負三 加負六 三負六 你多少 一負六 一負六 負五 二負三 五 負一負 一負 那整個都不一樣 一負萬 一負二負 一負一負 三字一沒有錯啊 二負一負十 1.2 1.2 嗯? 這裡還有個3 所以是約掉了 所以這樣弄錯了 所以這應該要負1 所以這不對了 這算錯了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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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3-2戶,戶1,戶3戶 奇怪勒,怎麼 這樣做是沒有錯啦 這樣做一定是對的啦,但是我不曉得哪邊弄錯了 剛剛我們做的話,兩個方法都是一樣的答案 對不對,這一題就1-2-1 奇怪,0 1-1,這個沒有錯 這是-3 所以是 喔,這是P0,P0是用這個 0-1-2,這是用0-1-2 喔,我剛剛用到這個去了,應該用這個 1-2-2,對嗎 對吧 所以是-2,2-0 所以這個答案沒有錯,-2,2-0 啊,這個不曉得哪邊弄錯了 這個 1-2-1 2的就是這個 好像沒有嗎 哎,這個不曉得 eram2-1-2-0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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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這個是-2-0-1-2-0-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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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0-2-0-2-0-2-0-1,就好嗎嗎 4 5 加4 9 負1 加4 3 再以後續 6 減1 3 加1 加1 這個就不曉得是哪邊弄錯了 你有沒有看出來哪邊弄錯了 有沒有哪邊弄錯了 你們回去自己做一下 那一定是都可以啦 我們剛剛第一題的話不是兩個做法 做出來答案都一樣 是不是 對吧 不過這個答案是對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做錯好幾次 好 那我們就不要在這裡花時間了 好 那Q的話就是什麼 那 R 等於多少 我們都知道 R 等於多少 R是等於 2Q 減P P 是1 2 負3 所以等於多少呢 負4 減1 負5 4 減2 負5 4 減2 負5 這是3 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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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沒有問題吧 老師提供的方法都是好方法 只是老師有時候算的話會算錯 這個方法都是好方法 你們回去的話自己再把它做一遍看看 看的話哪裡算錯了 好 那P點到直線L的距離 P點到直線L的距離 那我們怎麼做 這沒問題了 好 P點到直線L的距離的話 我們就怎麼做 我們就要那個 D 這等於 P0P Close V 取決在直 現在P0P這裡 P0P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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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 負5 P1 負5 和3Z 2 負1 負2 取Close 取Close 3Z 負5 這個減這個 2減2 負3 這個減這個, 負十, 負十二, 負十二 這個減這個, 負三 對不對? 所以這等於, 負一, 負四, 負一 等於三跟那二 三跟那二 這樣有問題 有問題吧 就用這個公式做 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第二個 兩平淋線的距離 兩平淋線的距離怎麼找? 你說這裡早一點嗎? 這P1 這叫P1, 這P2 P1, P2 Cross 這邊是V VQ 取決位置就是D 有問題 空間中的, 兩平淋線之間的距離 就是用這個公式 沒有問題吧 好,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來舉例子 空間立體二 立體二它夠有四球兩平淋線 L1 這是2 Ls-1 2y 等於1分之1 加2 所以這P1等於多少? 這等於1, 0-2 L2 是2分之x加1 等於2分之y-1 等於1分之2 那P2等於多少? diciendo 1分之1 溜之1 1分之1 這是G Fr 1分之1 1,2,2,1,乘起来,乘起来,落到p1,p2,claus of 1,等到三分之一 这个点这个,1-4-3,4加2,6,4加6,这个点这个,-4-2-6 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负1,2,负2,对吧,所以它的大小就等于3 所以它的大小,p1,p2,claus of v,这是d嘛,就等根号多少,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2的平方 所以等于3,是不是这样子,对吧,两平线之间的距离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两歪斜线的距离 那两歪斜线的距离的话,那怎么做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方向相当没有平行的话,就是歪斜线 那这歪斜线的话,距离怎么做 距离的话,我们这样做,就是说 这是一条,这L1嘛,另外一条 L2,对吧 我现在的话,在这个上面,随便取两点,这P1,这P2 我把它投影到哪里呢 我把它投影到那个什么 投影到那个L1与L2的公垂线方向 公垂线方向 就这个方向要跟L1垂直 而且也要跟L2垂直 那要跟L1垂直要跟L2垂直 所以取什么 取那个L1跟L方向向那样的外积 那那个方向的话,就会跟V1跟V2垂直 对吧 所以我取公垂线的方向 公垂线的方向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方向是V1嘛,对吧 那这个方向是V2嘛 我取那个公垂线的方向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V1 x V2的方向 我就是取N 这方向就是V1 x V2 然后取单位向那样 就是单位向那样 V1 x V2 对吧 然后再来的话 我就把P2投影在什么 投影在公垂线方向 那就是那个公垂线的那个长度 D的话呢 就是两关斜线之间的距离 就是P1 x V2 就是P1 x V2 投影在M 要取决在Z 所以就是公垂线 没问题 没问题吧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比较懒的一点就是说 我要求什么呢 求它的垂直 公垂线的方向很好求 但是你公垂线就不好找了 我们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求什么呢 求L1 x L2的公垂线 那公垂线的话 跟L1 x L2的个别焦点 就是垂直 那公垂线怎么找 公垂线的话 本来的话呢 就是垂直 垂直 垂直找我 本来我自己有个做法 不过那个做法 比较麻烦 所以后来我自己的那个方法 我就自己放弃了 那参考书有一个方法 参考书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哪个方法 参考书就是这个方法 那第三个这个方法的话 我是什么呢 我是看那个大陆的书 看到 那个方法的话 就比较 就是说 这个方法还是很麻烦 就是 那个方法的话就是比较直接 我们现在 而且那个方法 它是先求出什么呢 求出公垂线的方法 求出公垂线以后的话 再求公垂线 以L1 x L2的焦点 然后才得到垂直 参考书那个方法就不是 我现在先用什么 那个方法什么方法 就是说 首先 首先的话 我就什么呢 我就找什么 他那个方法是什么 是说 现在的话 现在公垂线怎么找 公垂线他这样找 首先的话 这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 法线方向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方向 他是怎么找的 奇怪 怎么突然就忘记 这个的话 他怎么找 他是说 这个方向 对啊 他是找什么 找那个 通 比如说通过L1 啊 而且呢 包含公垂线 的那个平面 就我现在找什么 找P1 这个P1的话 他什么呢 他是那个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 L1 而且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那个 公垂线 好 那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讲说 公垂线的方向 你知道吗 公垂线的方向的话 我就用这个当方向 对吧 好 那公垂线的方向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平面啊 就包含了 L1 包含了这个L 跟什么 跟这个公垂线的话 他的那个 法线方向 一定什么 一定跟 V1 还有这个N 互相垂直 是不是 对吧 所以我现在的话 先求Pi1的那个 法线方向 Pi1的法线方向 你怎么找 我们先来看看 立体3 我们直接呢 用立体3 先把这个公垂线给找出来 立体3的话 他说L1 这等于3分之 X-5 等于-6分之 Y加7 等于-2分之 6-1 所以L2 这等于多少 3分之 X-1 等于2分之 Y 等于2分之 6加5 好 那我现在把公垂线的方向 先找出来 这V1 等于多少 等于3 -6 -2 V2等于多少 等于3 2 2 所以那个公垂线的方向 我叫V V等多少呢 2-2 2-1 2-2 2-2 2-1 2-2 2-4 2-2 2-2 4-1 2-2 -4 4 3 2 4 6 24 那現在的話呢 這個Pi的法線方向 就L1跟V的外積方向 V1跟V的外積方向 V現在多少 V現在是3-6-2 所以那個N1 N1的話就是包含什麼 包含L1跟什麼 公垂線的那個平面 這個就等於V Cross V1 這樣等於多少 或是V cross V1 這個-這個 -6 這個-這個 36 6到36 30 這個-這個 18加2的4 分22 這個-這個 -12 -9 -21 這不曉得有沒有算錯 好 那這個就算出來了 算出來以後 我們知道 這個Pi1 Pi1 就是30 X 加22y -21 等於k 但是呢 P1 在這上面 P1的話 P1 P1是等於5-7跟1 5-7跟1 戴進去 這等於多少呢 30X5加22X7 那減掉呢 21 150 減掉到 14 14 154 -14 -14 -14 -21 -21 -25 對吧 -25 好 那這個的話呢 這個題目就找出來了 然後再跟L2 取交點 就是V2 V2就是垂足 就是跟L2的那個交點就是垂足 沒問題 好 那垂足找到了嘛 我們知道的話 知道呢 這個那個 什麼東西啊 那個公垂線的方向向量知道了嗎 公垂線的方向向量 跟這個垂足知道了 我就可以求出公垂線了 然後公垂線呢 再跟L1取交點 就是V1 沒問題 沒問題吧 那可能有做錯啊 不然的話那吸出什麼的物質 兩題 公垂線的話 答案多少 公垂線的話答案是很簡單的 是不是 好 我們這一題的話 下一次再做一遍 好不好 不過做法就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聽懂 有聽懂 你們回去把它做一遍看看